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今晚也很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 來探討一些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 我們就不是只希望和大家一起 批評一番,大家發誓一輪,那就算了 我們是希望能夠深入地討論 那個問題的根源,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是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作為一個香港的人 可以自己做到些什麼呢? 而可以真正令到這個問題解決呢? 即是說,如果你是特首 或者是那位負責的人 你會怎樣做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的節目預告 其實我們當初已經安排了討論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是講美國面對醫療融資的問題 有兩位美國的記者 一個是德國普利斯的記者 他曾經寫了一本書 分析美國面對醫療私有化經歷的問題 從而他也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案 我們初心想著,其實你可以借鏡一下 例如外國人,這個問題是世界性的 醫療面臨破產是全世界性的問題 那別人怎樣看呢? 我初心想著討論一下這方面 但最近原來有發生一些事件 我今天在診所工作的時候 有很多傳媒的電話來 他們就要訪問我 那原來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好像說 最近香港消費者委員會 今早早開過記者會 就說想我評論一下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可惜始終我們的病人一早就預約了 我跟他抽不出時間 我覺得不要緊 我們有自己的網上的平台 我們可以即時回應一下這個題目 或者我想可能香港有些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郭敏妍、馬國輝 或者你可不可以講講這個背景 是什麼問題? 好啊,今天其實消費會有一個report出來 他在網上都有這個新聞發佈 其中一篇很返導一次 消費會就是說 他說洗腸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那麼他就說 研究了市面的洗腸服務 發現其聲稱的功效是沒有科學及醫學證據 更有病人因洗腸染上病發症 消費會指出 近年流行洗腸服務其聲稱可將大腸內的毒素排出 達至健康、減肥及醫病的效用 所用的方法是用水 由光門灌入大腸以軟化縮便 排除廢物 但是他就說經過這個醫學團體和衛生署的研究 就發覺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還有呢 這個聲稱的洗腸功效 可能對特別的病人是有害的 而洗腸是不屬於正統的西方醫學的 這個是哪一份報紙說的? 這份是明報的 在網上的新聞來的 其他報紙有什麼說法? 升到日後怎麼說? 另外星島 今天早上 燒委會今早開了記者會 說市面洗腸服務 有機會引致病發症 以及聲稱洗腸可以治療關治癌和癌症 燒委會就說這些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甚至可能會弄穿個腸壁 另外燒委會就調查了八家洗腸中心的宣傳 另外燒委會就調查了八家洗腸中心的宣傳 發現他們聲稱洗腸可以排毒 防癌和治療關節 燒委會就批評這些也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甚至可能會弄穿個腸壁 或者醫療的儀器不乾淨造成感染 另外燒委會就引用了衛生署一個跟進個案 就說有個市民便秘洗了八次腸 然後感染了性病 醫生就懷疑 他的感染性病和洗腸有關 燒委會就例牌 他說這些是沒有監管 洗腸義氣監控有流動 就叫市民不要亂試 我想問一下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像八三年 將洗腸這個療法 這個保健的一種手法 引入的 你好像你是第一個人引入去亞洲 我有沒有說錯 我們香港會搶水療中心 大概是1983年 將西方自然醫療的一種方法 引到香港 由香港其實當時有很多日本的傳媒 大概有十個電視台來做很多訪問 由香港就可以慢慢去到台灣 日本 中國 中國大陸 泰國 有很多國家 菲律賓 其實可以這樣說 滿腸水療和排毒這個概念 都是由我們大康健健康中心開始 大概1983年 那袁醫生 我突然有一個疑問 是 消委會去做這個report 以及做這個記者會 那為什麼不問你呢 如果你是一個在這方面是權威的話 那為什麼不問你呢 你應該要詢問一下 以我所知 是袁醫生 你也是專業的醫療人員 你也是脊骨神經科醫生 即是脊醫 就是Qualify的 也是Qualify的自然療法醫生 也是一個中醫 亦都是首個引入這個 洗腸服務 以及這種工具的一個始創者 那為什麼不問你呢 這個我也想知道 或者香港市民都可以問一問 消費者到底他 為什麼不徵詢一下你的意見 以及我想 就是以我所知 西醫就不懂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他又會問他們呢 這個就是香港的醫療那個 一個很怪的現象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什麼有關醫療的問題呢 那我就會問一些 有些西醫 那其實呢 他們往往都不了解到 其實你做什麼訪問 你去找一個有這方面有專長 或者對這方面有些真真正正的經驗 或者受過訓練的人 那這個就叫專家 那但是香港的很有趣 香港這個香港的人 就想著 醫療的專家 唯一個專家 就是香港的所謂對抗性療化的西醫 因為他讀過五年醫學院 那所以他對全世界所醫療 應該是他最熟悉的了 那雖然呢 我也想知道 他問那個 譬如衛生署 或者其他方面 西醫工會 西醫工會 那西醫工會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醫生 即是他們被訪問的 對這方面 是有真正的任何的研究 或者看過一篇或者兩篇的有關西藏的文章 或者自己經歷過 或者是自己真正研究過 學過這件事 據我所知 他們的所謂問的專家 其實呢 根本就是跟一般街邊的一般的普通人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傳媒一個 挺特別的現象 那還有呢 那最終最終那個背後 到底他們想做些什麼呢 我們今晚就要大家一步步去討論 那我們 袁醫生娘 我另外還有一件事想問 即是 即是明報那篇報道說 他小委會也都問過一個 就是查詢過一個本港註冊 去自然療法醫學會 這個醫學會他說 部分洗腸的人是獲美國IACT認證的 正常的程序之下 很少醫療失誤 大小委會說 這個組織只屬私人機構 是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 我想香港匯豐銀行是否是私人機構來的 即是私人機構來的 即是私人機構 即是私人機構 是否等於它是不可以相信 香港人又不會去匯豐銀行去存錢 醫學會都是私人俱樂部來的 是啊 我又不能安裝 是啊 我奇怪 為什麼他又問西醫工會都是私人俱樂部來的 是啊 我們又不能進入 是吧 Dorta你又不能進入 即是這個都是一個私人機構 即是它是一個私人機構 以及不是私人機構 即是與這件事的真相有什麼關係 他的意思是 即是私人機構 即是沒有什麼公信力 西醫工會都是私人機構 那也是應該沒有公信 下次這樣 下次問西醫工會 以後我們報導 就要引述一下 這個是私人機構 好嗎 接著呢 消委會說話 這個是官方機構 即我們也看到 最近特首的施政報告 也有強調 即他認為 我們要維持一個小政府 即是一個大社會小政府 小政府的意思是 其實香港的小政府 是用了香港人的總支出是20% 其實這個不是最小是最大的 據我所知 這個是全世界是用在 我想都差不多最大的 美國政府都是好像14% 香港20% 這樣 好了 如果根據這個消委會這樣的說法 即是說 香港政府用了20% 其他80% 所有組織的活動 是完全是私人機構的 那就是全部都是叫香港人 是不可以信 就是我相信 我想看一下 就是私人機構 這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的過去一向 都是政府的希望 我們香港人是自己自律 很多事情都不想政府插手 那為什麼今次我們講 那個最低工資的問題 那特首都希望 就是私人機構 這些公司是自己做好些事 就不要希望是政府去做 那就是我都有一些矛盾 就是消費者委員會 其實都是 他可能工信好些 因為他不是私人機構 是不是 所以納稅人給錢他 所以他就可以聽得了 那就是特首一方面 叫我們 叫那些公司 自己做些事 不要希望我們政府 動不動 又要迫你們 要去給人最低的工資 所以這件事挺耐心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只屬私人機構 所以就不可以相信 香港匯豐銀行也是私人機構 那大家小心點 那些錢不要放在裡面 對 是啊 是呀 消委會不知道為什麼不說 這個消委會 Dr. 我要有個質疑 是 是不是這個消委會 很空閒的呢 就是他們 經常去講一些 不是大問題的事情 例如 對上一次又講 按摩 是啊 又會危險 搞什麼呢 Dr. 我想問一下搞什麼呢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想你會對於這些醫療政治 會比較清楚 香港人對醫療政治方面 可能比較陌生 其實那個牽涉範圍都很大的 包括很多香港的所謂 那些病人權益會 那些病人會 香港很多的傳媒 其實都是整個醫療工業的 其中組織一部分來的 我想 我看回 因為這個是我們網上 下載下來的資料 升到入報 它說消委會稱 洗腸致癌沒有科學根據 我不知道這個標題是怎麼拿回來的 據我所知 香港這麼多間洗腸中心 其實都沒有一間聲稱 是洗腸可以治癌的 據我所知是沒有的 對不對 它最多都說 洗腸可以保健的作用 排毒 當然也有機會 可以防止癌症出現 這樣 其實它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 那個問題就是 沒有人說 洗腸是用科學證實過 是可以治癌 或者是可以預防癌 我想沒有一個機構會這麼說 它沒有說過 我們的洗腸 是在科學方面 已經證實了 是可以治癌 或者可以預防癌 大家分不分得 它從來沒有聲稱過 有科學的 沒有科學證實了它 這句話是很耐看的 很多人一常聽到這個 沒有科學根據的意思 一般人的直覺上 就立即想著 假了 因為沒有科學根據 我們就反問一聲 到底有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證實洗腸是不可以治癌 或者證實洗腸是沒有辦法防止癌症 有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即是說 香港人開始要學一些 基本的常理 常識來的 可以這麼說 所謂科學根據 當你說一件事沒有科學根據的時候 不是等於那件事是錯的 即是沒有用的 即是說 我們未曾做過這種 雙重盲漲的方法 去檢定過那件事 其實在九七之前 很多人在西醫界都經常說 中醫是沒有科學根據 但不知為何 九七之後 科學根據突然變成有 你明不明白 即是不知為何 西醫界 他們自己都有一個 很大的症 就是失憶症 自己說的話 就推翻 經常不記得 經常要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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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跟西醫界對話 經常要提 你們又失憶了 你們又失憶了 即是他們經常都是這樣 其實 袁醫生 我覺得 你看看我這樣的說法 會不會比較正確 如果你認為那種工具 或者那種療法 是沒有用過科學證實的 即是沒有用雙重萬象 你應該作為一個消委會 或者一個醫生 應該的答法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就用一下 我們都不知道有沒有證實過 你可以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最中肯的 有科學精神的人 應該這樣答 其實他講的 是準確的 即是 你是沒有用一個科學 即是所謂雙重萬象的方法 根據證實過 洗腸是否可預防癌 或者痣癌 是沒有的 他在技術上 這個語句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 就是香港人 一般人對這方面 什麼叫科學 那個理念 是不太了解的 很多時候 一聽到這件事 沒有科學證實 即是等於假的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的 即是沒有科學證實 即是說 我們沒有做過 我們都不知道 是否真的可以 還是真的不行 即是剛才我講的 我們都不知道 應該是我們都不知道 你可以自己用的 你自己決定 應該是這樣 正確的說法 即是說 我們香港人 洗腸、碗腸、水療 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證實 他是不可以治癌 亦都是不可以防止癌 這是一個很正確的說法 好了 袁醫生 我又要問一下 他這裡明報說 亦都聲稱沒有醫學的證據 那這個 你可不可以解答一下 這個我遲一點 我會講 因為醫學的證據 其實很明顯 明報的人 做的research 都少了 他這個是引述消委會 可能消委會 可能做的research 其實這麼大的機構 有這麼多資源 我都用了很多錢 香港用很多錢 但為什麼用這些方面的research 做得這麼差 這些資料 其實很多 我就是質疑消委會 這個報告 為什麼不去徵詢你的意見 如果你是 袁醫生 你是第一個 如果他想知道 是的 我也想問問他 如果他有興趣 聽著 麻煩你打電話上來 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有沒有科學根據 你應該問一些人 在這方面 有認識 讀過 受過正式訓練 是不是應該問這些人 你會不會問一些人 對這方面 完全不認識 從來沒有鬥過 一篇一篇 有關滿腸的文章 都沒看過的人 你當他這個 就是他所批評 根本可以這麼說 是完全沒有真正的根據 批評 大家可以這樣去看看 如果我們要講科學根據 如果我們真的很關心香港人 我們希望香港人用一種醫療方法 真真正正有 所謂雙重萬丈經過的科學根據的話 我們為什麼 香港人知不知道 我們現時香港人 用了三百多億的支持 全面支持之下的醫療 西醫的醫療 其實也不是很多科學根據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原來一九七八年 在新英靈醫學雜誌 也有講過 他說 在現時的西方醫療 所做的事情 只有十分之一 是真的有科學證實過的 其他那些 基本上是真真正正 也都未曾有任何科學的根據 我很多的場合 我們在電視台 有時候我都會講這件事 通常支持人 立刻就說 其實這是七八年的資料 我跟著 我就給了一個新的資料 這個新的資料 是1985年 1985年 美國academy of science 當時是重新再檢討一下 因為1978年的資料 是美國的科技鑑定局 好像以前的auditor 那個機構 美國的科技鑑定局 是美國的 國會屬下的一個機構 他當時是調查到 美國的流行西醫所用的方法 發現原來 百分之九十 其實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即是用回這樣的準則 到1985年 美國的academy of science 再重新看一下 事隔這麼多年 到底現時的情況有沒有改善呢 發現呢 百分之八十七 美國現時西醫所用的 包括香港西醫所用的東西 是完全 亦都是沒有科學根據證實是有效的 好了 那這個人都說 1985年 那有沒有最近些的報告呢 那其實呢 最近呢 在那個 那個亞洲洲行 那也都有一篇報道 那是講日本的 那原來日本呢 是那個衛生署呢 也都 厚生省 厚生省 是的 那他們發現呢 其實呢 日本用在那個醫療費用呢 也是數以兆億 十幾兆億元的 那但是呢 日本人的健康呢 是沒有因此而真正正好的 那他也都承認 而今時今日呢 在日本所用的西醫方法呢 那香港的西醫方法 和日本西醫方法 和美國西醫方法 其實是一樣的而已 他說呢 其實呢 只有五分之一 是有真正政治 有所謂的科學根據 其實五分之四 即百分之八十 其實也沒有科學根據的 好了 那如果我們的香港消費者 真的這麼著緊 香港人的健康 如果香港的醫學界 真的這麼著緊的時候呢 那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要被迫用一種 百分之八十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醫療方法呢 是吧 即是大家公平一點啦 是吧 你說過洗漲沒有科學根據 好了 你記不記得我上幾次 我都提及了 其實呢 什麼叫科學根據呢 其實我們現時所用的西醫科學根據呢 是一種還原的思考方法 那 即是科學根據呢 要做科學根據呢 就說呢 你要做一些進行洗腸 有些人譬如有些某種病 進行洗腸 也有些人有這種病 是進行一些假的洗腸 我們叫做控制組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才可以實現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客觀 我給大家解釋給你聽 其實呢 其實我們世界上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不經過這種檢測過 也有些是不可能的 即是你是不可能 是用一個做假的洗腸 洗腸你做水進去就進去 那你不可能是做一些假的洗腸 那即是說呢 在洗腸做什麼都好呢 是不可能是會有任何的科學根據 即是根據他們的原則 因為這種這樣的實現 是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但是呢 問題就是這樣了 那 好了 如果我們這麼緊張科學根據 而現時的西醫的醫療方法呢 百分之八十呢 這個是美國的口身 日本的口身棧 最近的 即不是說以前的美國的報告 美國的科學 Academy of Science的報告 都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 為什麼我們從來都不提起這件事呢 為什麼我們還要用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是支持一些的方法呢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呢 那 那消費會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那它這麼著品消費者權益 是啊 那這個香港的亞洲的州行 都登了出來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香港的消費者委員會 是不是真的站在我們的消費者 香港的人的福祉去做事呢 還是它背後有些某個動機呢 即是它背後真正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最近 按摩又危險 即是洗腸又危險 香薰又危險 耳觸療法 耳觸療法 耳觸療法又危險 那個去做spa又危險 做人都危險 你很奇怪 即是到底跟西伊比 到底它多危險呢 那 即是我們知道 在美國 即是數幾年前 有一個報告 它是說正確配約之下 正確配約 不是說配錯約 或者用錯約 是正確配約之下 美國是有十一萬人 死在這些正確配約之下 每年 所以問題是哪裏呢 即是有十幾萬人 有這麼多人會死在那裏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做呢 是 有電話是嗎 有位聽眾打來 是 請講 請講 你好 你好 怎樣稱呼你啊 我是鄧太 鄧太你好 你好 有些什麼意見 大家談一下 是啊 因為我其實 對西腸都不太認識 但是就被這宗新聞吸引了 我就想請教一下 袁醫生 其實洗腸是怎樣進行 還有有什麼的療效 或者什麼的效果 鄧太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我會很詳細 是將那個 就是洗腸的科 那個 那個根據 我會慢慢地跟大家分享 好嗎 你等我一會 我會慢慢一步步 將那個整個問題 是很清清色色的 是給香港人了解多些 OK 鄧太 你打得進來 我又想問一下 你看到這段新聞呢 看到消費會開這個記者會之後呢 你自己覺得怎樣看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讀者呢 首先看到這個新聞呢 都覺得有點不合理 因為聽說洗腸洗腸這樣 但是為什麼洗腸又懷疑染上性病呢 我都不想侮辱大家的智慧 因為看性病是怎樣得利 怎樣染上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些認識 所以才引起我的好奇 這段新聞呢 令到我對消費會那些的調查報告 都很懷疑的了 是呀 香港的消費者委員會 其實外國的很多所謂大眾傳媒的機構 所說的話呢 往往都是 有時我們用一般的常理去分析 都覺得好像很講不通的 譬如我再從剛才說 他批評武功的根據 甚至可能會弄出那個牆壁 農村的牆壁 或者因為儀器不潔症會造性感染 這些說法呢 好像我有個病人呢 最近我都猜不到 香港醫生會這樣跟他說的 他自己是個大學教授來的 他媽媽進了醫院 他說老人家都是這樣的 你過馬路都會被車載死的 袁醫生 我媽媽前一陣子進醫院 每個醫生都是這樣說的 是呀是呀 你如果問他 譬如你進到醫院做手術 譬如你的親人 你問醫生 說風險會不會很高 他通常會這樣回答 人當然是要死的 出街都會被車載死的 什麼這樣說的 那就是不用管 即是黑光營這個 不要過馬路 他們這樣說 即是作為一個醫者 我不管你行不行 現在是要自己關上學門 是呀 都幾無良 我發覺 這句說話肯定有科學根據 不過就是 所以香港人千萬不要過馬路 因為過馬路 都有人在巴馬線被車載死 所以就是說 可能會弄穿牆壁 絕對沒有錯 這件事 袁醫生 在香港有沒有試過洗牆洗穿牆 香港是大概洗牆 百三年開始 我覺得香港估計 洗過牆的人 都不會少過五萬個人 那就幾十萬次了 據我所知 如果是洗牆 是捉穿過一個人 洗牆一定會被禁止 即是說 據我所知 根本是 香港從未出現過的 那就是說 大家世界各地 有沒有可能出現 我不排除 始終做什麼都好 如果你是不小心去做 那當然會會弄傷 你拿把剪刀剪頭髮 袁醫生 不好意思 我前陣子去日本 不是很適應 大便時有血 這樣也 是不是牆壁刮穿了 洗腸洗出血 其實洗腸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過 我亦都在傳媒 亦都有提及 那就是說 你試一下 如果你是 有時你去拆牙 或者你去朗口 那你發現 吐出來有些血絲 那你會不會 這個結論就是 我拆牙 我朗口 令到我的口腔出血 你會不會這樣做這個結論 你試一下 洗腸是什麼 你剛才問這個問題 其實洗腸 不是說用水 是用高壓之下 是沖進去 將那些髒東西沖出來 其實洗腸用的水的壓力 是差不多是一兩磅平方寸 那一兩磅平方寸 那一兩磅平方寸 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平時一般人大便 所谷的那個糞便 是大概 差不多是七八磅平方寸 那就是說 洗腸所用的水 是一個很慢的水壓 慢慢的流入去 那其實在過程裡面 洗腸不是說 拿些水沖出來 因為水 慢慢滲進去的時候 那當然是會將你的腸裡面 那些乾的那些糞便 那些積便 起碼軟化它 那當然 水的本身有體積 有它的重量 那這種體積的重量 會刺激你的腸壁 是令到你的腸壁收縮 就是等於 為什麼我們整個人 吃多些高纖維 吃多些麥包 會幫助你大便 其實那個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們是用水的體積 和重量 來刺激我們的大腸 是自己收縮的 那就是說 碗腸水療 就不是拿些水 把一些髒髒出來 碗腸水療 是利用些水 來幫你的大腸做水 來運動 那你之所以 能否摸出來 就因為水 來刺激你的腸 令你的腸 是自己收縮 因為這個水的體積 和重量 來令你收縮 那這個和我們一般用的 射藥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射藥 是一種 有些輕微的毒物來的 那這種毒物 在身體 我身體當然 不喜歡有些毒物在身體 那我們企圖 是製造一些水 是自己腸裡面的 體內的水 是放出來 是企圖 將這些 所謂有輕微毒的物質 是將它割出來的 所以 碗腸水療 和那個 一般我們常用的 那些 是很大的 不同的地方 一個是用外來的水 幫助你 來推動 那個腸的 餘動 不是 將你的身體 你本身的 用毒藥 是逼你的身體 是來的 阿元醫生 我們需要有一個小優先 鄧太太 如果你不介意 我們很高興 或者一陣子再打來 如果你想跟我們聊 你接住也好 謝謝 好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 又回來香港出路 我想呼籲聽眾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跟我們聊聊天 不妨傳個ICQ過來 大家看看 好 讀一下個號碼 308 084 705 亦都可以打個電話過來 2385 4492 好 又回來 香港出路 我們好像有個ICQ 馬兄讀一讀出來 好 很快讀一讀 看TVB六點半新聞 訪問一位醫生 洗腸的時候 腸臟會吸收水分 所以會令到 神衰竭 心臟衰竭 我這個未讀醫科的人 都知道他亂說24 無知到好像街邊阿叔那樣 另外周恩惡 就說洗腸是沒有科學根據 沒有什麼好處 但又要立法規管 又要被醫管局成員用 為什麼他不是禁止所有人用 為什麼在街邊洗掌騙木知市民 但是醫管局又去做 反而又不是騙人呢 周先生的腦袋就有些問題 這個輕臺的看法 都很有見解 所以我要在這裏 讚一下這裏的聽眾 就是絕對有sense 袁醫生 幸好香港的教育這麼失敗 香港醫療這麼腐敗 香港的人始終都未完全被他摧毀了 我們人的內力都很大 這些惡力的環境都有人懂得想 我想再繼續講講這個 這個報道升到入報 白痴黑字最好 他說有一位市民因為便秘問題 做了百次洗腸 其後患了性病 醫生懷疑跟洗腸有關 大家只能聽到這件事 鄧太剛才也有講過 我相信香港有五萬個人做過洗腸 有幾十萬個次 十三年來 我相信做過洗腸的人 其實都有些健康上的問題 可能有些已經死了 你會不會作出結論呢 因為他曾經做過洗腸 我懷疑他的死因和洗腸有關 他可能有個性病 其實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我也想問問這位懷疑 第一看看他過去有沒有性病 第二他有沒有吃過西藥 他洗過八次洗腸 他吃過多少次西藥呢 如果他吃過五十次西藥 如果五十次吃西藥和八次洗腸 哪個機會導致他性病呢 有時香港人為何 香港的傳媒 或者這些報道 或者他就這樣說一下 民主的威力很厲害 他會造出這樣的關係 他還說很有趣 消費者提醒市民 香港並沒有法例規管洗腸 對洗腸儀器的監控亦存在漏洞 呼籲市民不要胡亂嘗試 香港市民知不知道 香港醫院所用的磁力共振的儀器 X光的儀器 香港市民每天去醫院裡面 譬如接受的心臟起薄器 所有醫生所用的任何的儀器 其實都是沒有監管的 這麼多十年 香港開埠以來 都是沒有監管這些醫學儀器 每天你做的醫生 入室醫生去看什麼 他擠那支 他的壓力氣在你的口中裡面 其實他都是沒有任何的監管 香港人不是很危險嗎 過去開埠以來 用一些完全是沒有監管過的 包括我們的心臟起薄器 香港人不是很危險嗎 為何香港人會 為何他叫他們不要洗腸 為何不叫他們不要入院 去接受這些 未曾經監管的醫療儀器的設施呢 那這個真的要問回蕭委會 究竟他是什麼居心呢 我先說明 我不是做洗腸的 但是你燒委會 你為何不去說這個真相給師傅聽呢 香港所有醫院用的東西 你就由得我們去選擇 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剛才說過 燒委會最近一連串的放這些資料 來誘惑香港的人 其實最終目的是大家知道 其實他現在推行一種的管制 即是要監管醫療儀器 由他開始的 他認為香港的市民是很危險 這麼多十年來 在西醫的醫院裡面 是用這麼多醫療的儀器 完全是沒有監管的儀器用著 所以他要保障香港市民 就要監管這些儀器了 其實最終最終目的 我們能夠了解醫療政治的人 都知道這一種手法 就將我們在香港人用來保健 自然療法醫生用來的 幫助人治療人的工具 是用一種藉口來把它拔走 那他怎樣拔走呢 他通常說 我們不是說不讓你做洗腸 我們不是說不讓你做自然醫療 只不過你的儀器就要監管 是不是要註冊 表面上好像沒什麼事的 挺好的 是不是 好了 然後他有這樣的法例 是控制你用得什麼儀器 那下次你說 我想將那些洗腸儀器 就是進口入香港 那他跟著他就問你 這個儀器的來歷 那個儀器有沒有科學的證實 它有沒有效呢 那就是我剛才講過 一百幾十張 form 那你會填一大張 form 最終他問你有沒有科學根據 我跟你說解釋過 洗腸是不可能會做任何科學的 實現的嘛 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既然你是沒有科學根據 那這個儀器呢 就是不能夠在香港使用 其實呢 他就用這些手法呢 將我們的所有西以外的醫療的手法 全部呢 是控制 是禁止消滅了他的 那香港很多 就是做洗腸的人呢 他可能他都不太知道 背後的那個危機在哪裏的 因為我記得是早期 他們要上一兩年 他們用激光的儀器的藉口 又說要推動醫療儀器要監管 那當時美容界是走出來說話的 但其實呢 香港很多很多 就是採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那些人呢 是完全是睡了覺的 他完全不知道那個危機 其實真真正正要對付他們呢 不是那些美容師 真真正要對付呢 就是所有西以外的醫療方法 那他就用這種監管儀器的手法呢 來控制你的 那我經常很強調 那全世界 美國全部監管儀器的 英國監管儀器的 日本也是 那為什麼美國的最近那個報告 這個是三月份 2007年的報告 2006年 2006 2004年的 新的 三月份 那有一份報告呢 是三個西醫 一個醫學博士的西醫 不是香港讀五年書的西醫 是讀八年書的那些醫學博士的西醫 那就是兩個PhD 那他就將一百五十幾份的 peer review journal 就是所謂同行鑑定過的科學文獻 那將那些醫療問題的事故呢 就是加了出來 就是有幾多人呢 是死在那個 那個 用藥的方面 正確用藥 就已經講了 十一萬人死在正確的用藥方面 成為大小 那就有 就是加起來 是美國人死在現時 當時 美國西醫所用的工具裏面 是有七十八萬多人 是死在西醫的 那原來呢 這個是美國死人最大的原因來的 是西醫所做的工具 那這個是一個國家 是有嚴厲的管制 醫藥分家 所有醫療義器 全部是管實了的了 那為什麼管了那麼多之後呢 仍然是那麼多人 是死在當時 受監管的醫療義器之下呢 那所以我整天很想 給香港的立法局那些議員知道 就是不要那麼傻 不要去模仿一些 根本是從來未證實有效的方法 不要去瞞瞞瞞呢 去學其他國家 找一些是有真正正成功的例子 那其實呢 為什麼消費者會搞那麼多這些動作呢 其實最終目的呢 他就要推動兩年前 他失敗了 他當時呢 他就想呢 將那個所有的醫療義器 包括探熱針啊 包括那些利底那些 那些雪糕條啊 全部呢 就要受為醫療義器 那當然呢 我們的小政府又跟著又沒有了 你想想醫療義器的範圍是很大的 那我們那個衛生署當然 又要膨脹 要請多些人 是吧 那我們的消費者委員會又很開心 那我們立法國議員又有很多事情做 是不是 他們立法啊 立法立法 立到香港人呢 就被那些法例綁到 是全部呢 吐不了氣 為什麼香港那麼多問題呢 為什麼香港的貧富如恕的問題呢 為什麼香港人要那麼多用 要靠縱瞞才能夠找到吃呢 其實那個簡單的問題呢 我們立了很多些很無聊的法例 根本是完全沒有什麼真正的作用 沒有說因此這個法例 而令這個問題真正的解決到的法例呢 是令到香港人呢 是沒有辦法自己幫助自己 沒有辦法自己謀生 這個是香港現時 我們要真真正面對 要了解香港的問題的根源就是這裡 袁醫生啊 我聽了你這麼說 消費會怕者都要改個名字 你應該怎麼改給他 你應該你認為他的名字應該怎麼改給他 他的功能是應該保障消費者權益 現在 但是他所做的所作所為 是 是剝奪消費者選擇的權利 的會 是吧 他應該改名叫做 剝奪消費者權益會 這個就是他正確的 他過去所做的事 難怪我們政府支出越來越龐大 而社會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過 就是浪費一些無謂錢 去養了一些破壞 破壞人民福祉的一些機構 我們的思路問題 為什麼我們上次要這麼強調 介紹那本書 這本書我們是無意之中 王岳然介紹的 我們看一看 原來他背後 他裡面那個所謂我們叫做智慧 是一個很簡單的智慧 如果香港人看過這本書 而真正正正是明白到 他所說的那些簡單的道理 而將這個道理用在香港 在香港問題就很快解決到 是啊 那本書講得不錯 我只有兩個point 而已 只是認得那兩個point 而已 他說 所有這些問題出現 就是恐懼加憤怒 用在今天這個事是對的 散播恐懼 風險很高 那有沒有人死過 我想問有沒有人死過 沒有 那如果你說要保障消費的權 那你就調查一下 洗腸的人 腸癌 腸癌多不多 就是有沒有腸癌 沒有洗腸的人 患腸癌 那你就知道 這個就是科學 為什麼你不去做呢 為什麼你不做了 讚重一下 很簡單 如果真的的話 香港的死在腸癌 現在是排第二 四年之後 估計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香港也是亞洲區裡 患腸癌最多的國家 有八個又一個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講科學的話 當然我們不能夠做一些假洗腸 來做這些所謂科學 我們其實都可以做一些科學的實驗 就是說 我們香港死在腸癌的人 你就做一個調查 因為所有死的人都要經過醫院 那你問他 你有沒有洗過腸啊 你過去有沒有慣常性洗過腸啊 那你說這個很不公道 很多人有很多死因 沒有洗腸 有洗腸未必一定關係 那就再嚴謹些做 今天召集香港 因為香港有很多萬人在做洗腸 那我就做一個研究 給一組人 例如我用一萬人 這些人就說明 你一輩子都不會洗腸的 另外一萬人 我們就鼓勵他們洗腸 每個月洗一次 或者一個星期洗一次 兩個星期洗一次 其實不貴的 如果你買個洗腸板 三千多元 你做十幾二十年都可以了 很簡單的方法 那你就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我經常講科學的 為什麼沙士期間 我們不做過科學研究呢 既然西醫對沙士的醫療 完全沒有真正的經驗 醫治到全世界死亡人數最多 那為什麼當時 中國來的專家 想來香港幫忙 他不敢讓人做實驗呢 不敢讓人做一個科學實驗呢 怕 怕 怕他有用 怕他有用 怕知道他無能 其實都知道 因為其實香港人要了解到 講科學 當然科學本質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香港的醫療問題這麼嚴重呢 其實 經常這樣講 我們經常以為西醫是有科學根據 但我們的醫療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 而醫療醫療的病 百分之八十是不好的 慢性病是不好的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 是新英靈醫學雜誌 是無數次這樣講的 根據日本的厚薪省 亦都再同覆講 西醫對百分之八十的病是醫不好的 好了 既然他是一個 如果他真的有科學根據 而他醫不好 那問題在哪處呢 第一個問題 就是科學有問題 你用科學證實 那個東西都不行的 科學本身有問題 第二 其實呢 我們叫做皇帝的新衣 他不是沒有衣服 他穿得很少 其實真真正正的問題 我們以為西醫有科學 其實西醫是真真正正的沒有科學根據的 大部分都沒有科學根據 好了 不要緊 那我就做科學研究 如果我們當地遇到這些疾病 大家都沒有遇過的 譬如沙士、禽流感 那為什麼不用中醫的方法試呢 為什麼不用同外療法呢 同外療法 在早年 這些所謂的疫症 我當時最害怕的 1918年1919年的死亡人數 成二千多萬到五千多萬 同外療法的醫療的死亡率 1.05% 而西醫的死亡率 是26.4% 那這個是歷史的事實來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怕做科學的研究呢 你口口聲說科學 就做科學研究 為什麼他怕呢 因為真相不可以讓香港人知道 如果你做了科學研究 而證實了他們是不行的話 西醫的皇國就會即時崩潰 這就是真正的原因 他們經常拿科學做藉口 從來不肯做科學研究 不過這次的報道 消委會看到他們的思路 另外我也覺得傳媒那方面 我很懷疑 他們開這個記者招待會 很多記者在現場 究竟有沒有 人用剛才我們的觀點 去嘗試請教消委者委員會 為什麼有這樣的報告出來呢 我真的很懷疑 除了消委會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傳媒那方面 他們怎樣報導這些東西 也很有相確的語言 這件事我可以回答你的 一般的傳媒採訪是怎樣的呢 去到簽個名字 你遞屬哪個機構 然後拿一份PASS RELEASE 通常做事就是PASS RELEASE 就是這樣 小弟也是這樣 理得傳媒公辭者 所以你自己不怕 不好意思 說出真實 就是這樣 其實洗腸到底有何回事呢 洗腸到底有沒有報告根據呢 其實首先洗腸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醫療方法 其實在公元前二百年前 耶穌基督所提倡的一種保健的方法 原來當時在死海和凡帝剛 有些手卷 即所謂不同的福音 他叫埃仙尼 一族的人 他們採取一種保健的方法 以及他的生活方式 其實他所說的事 是全部自然醫療所說的事 你的飲食方面 食物的配搭 斷食的方法 還有他教門徒是怎樣洗腸的 其實基本上是拿一個葫蘆 刮空他 然後拿一個盧匯 來做管道 他成本書 《平安福音》 一個手卷裏面 他教你如何洗腸 即是基督教裏面 耶穌基督所說的事 其實一早是教門徒如何洗腸 其他的歷史上 希臘方面 埃及方面 你都可以看到 洗腸的歷史是很長久的 還有一位 其實香港人都聽過的 叫Katlock Katlock醫生 Katlock就是加樂士雞 那個粟米片 其實加樂士 Dr.Katlock 其實他是一位醫生 當然早年的醫生 是沒有分的 沒有分西醫 自然醫療 其實大家都用不同的方法 原來大概是一百年前 J.H.Katlock 曾經有一個療養醫院 在米歇根 當時在美國 是差不多有九百多張病床 他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包括是用食療、運動、物理治療 和碗腸水療 他在十三年裡面 他處理過四萬宗的病人 去他的中心接受治療 他只需要 有四萬宗裡面 我可以說腸胃消化問題的病人 他只有二十宗 最終要割腸 做過做口的手術 即是四萬宗的病人裡面 有些腸胃問題 腸炎問題的人 用他一個洗腸、食物、運動、物理治療 的方法 其實用水療的方法 其實可以說 只有二十個 是需要 最終都要用手術 你想想 今時今日 幾多人是去做這些手術 結果是做那些做口手術 割腸手術 是很多 其實這個醫療的歷史 滿腸歷史是很長的 我記得我兩年前去印度參加 參觀一個自然醫療的中心 我看到他們的設施 其中一個地方是做洗腸的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宋美玲 宋美玲 其實在宋美玲自己的自傳裡面 他也提及他一生都是用洗腸的方法 他怎麼知道呢 其實大概是一九一零二代二零現代 宋美玲當時去美國流汗 其實當時在美國 是滿腸水療 是一個很普通的工具 家家戶戶 需要有什麼病 幫他做罐腸 來處理這個問題 很明顯 宋美玲在當時 她就學會了這種 所謂個人衛生的保健方法 她一生就保持到一直用 結果宋美玲是活到一百零六歲 而且她很大營機得來 她的狀態都非常之好 現在看到 其實很多推揚管腸水療的人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很長壽 很健康的 其實消委會的報告裡面 也沒有提及過她 有沒有訪問過一些人做過管腸水療 問問她們的親身感受 這個也很有趣 為什麼香港有幾萬人做過 她為什麼不做一個普查 你看看反應是怎樣 就是最直接的 其實你說武武科學根據 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最早在1920年代 三年現代 當時沒有大學藥之前 在醫學界 其實很多醫生都用滿腸的方法 當時有五十七位 是英國著名的 王家醫學會醫生的成員 開了一個研討會 她說者裡面 包括很多結出的外科醫生 內科醫生 以及研究各方面 專門專科醫生 他們當時研究什麼呢 就說我們那個腸 食物的腸道裡面的毒素 是有三十六種不同的毒素 這個毒素 在我們身體的腸道形成之後 它會由我們身體的 我們叫Portal vein 一個靜脈的系統 是會吸收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它可以去到肝的地方 可以去到肝的地方 會影響我們肝的功能 如果去到我們皮膚 會令到我們皮膚出現皮膚的瑕疵問題 如果去到我們心臟 是令到我們心臟會出現壓力 去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亦都令到我們的思路 思考能力會受影響 去到眼部 令到我們的眼力的時迫衰退 眼容易發炎 去到我們肌肉 令到我們肌肉衰退 然後去累 那就是說 其實當時 在英國的 英國王家醫學會 有成五十幾位出名的醫生 都討論過大腸污染 百病重生 所以香港的醫學界 當然香港現在近代的醫生 在這方面 完全沒有真正正做任何的學洗腸 所以他根本就不懂 但你不懂 你不要斷的話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其中有一篇文獻 這篇文章 是美國自然療法醫學會 一個教科書裡面的一篇文章 這位作者是Jule Collins 他是當時的一位教洗腸的教授 他有一篇文章 是有186的醫學文獻裡面 收集出來的 是關於滿腸水療的醫療效果的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 他發現有甚麼病 是滿腸有幫助 我們從來沒有說到 滿腸是甚麼病都一定去醫 但其實很多病 在當時的醫學文獻 已經做過證實 他是可以幫助到 他這篇文獻 是180個醫學文獻 是收集出來的數據 他發現滿腸有甚麼病有幫助 對於禦酒的問題 腸的堵塞 烤喘 懶惰性便秘 皮膚的問題 腸疊塞的鹽 腸疊 腸疊 小腸疊 腸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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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腸疊 腸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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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衡 口氣 頭疼 高血壓 身體體溫無緣故高 腸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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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 腸疊 腸疊 紅斑狼瘡 營養 不良 精神科 精神科 原來在美國當時 有位醫生的Dr.Marshall 在美國當時有一個精神病院 Gardner State Colony 他曾經用15,000個 精神病的病人 他用洗腸方法 他說這個洗腸 絕對是可以幫助精神病的病人 我們香港人都知道 我們有些經驗 很多精神 有些精神磁疊 精神病的人 他們的便秘是很嚴重 Dr.如果醫治這樣說 就是說 腸疊不僅可以幫助便秘 那麼簡單 如果這個是可以普及到的話 那可能幫醫管 醫生不用那麼辛苦 是啊 又完全不花費香港人半分的資源 亦都製造很多就業機會 是不是 可以完全是贏贏贏的 唯一不贏的地方 就是醫學界 可能覺得生意少了些 當然了 馬興 哇 你說他們輕鬆了 你知不知道 你單騰你這一句 他就建立不到霸權了 他輕鬆了嘛 輕鬆了不就不用他 每個人都做得 不過我看到有個報告 就是美國每年 用在買卸藥的錢 是3.5千萬美金 大約 不斷用肉洗腸 射腸 不是洗腸 即是會損害到很多人的利益 如果這件事可以普及到的話 還損害到健康 今天有這麼多人做 家人自己去家製造 一點都不困難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獻 很新的 大概2006年7月份 這位Thomas Dorman 是一位西醫 他早期都是反對的 他聽到洗腸 骯髒骯髒的 不可能的 不正常的 這些是不自然的東西 他當時聽到都是不喜歡的 但當時他發現 在加州醫學界 推動要禁止洗腸 要立例去禁止洗腸 他當時 因為這個所謂的行動 他開始想到了 他說如果那樣東西 用了這麼久 是這麼沒用的話 又是這麼傷害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用法律去禁止它呢 即是說 我們用不需要成立一些法律 是禁止那些人去省渠去游泳的呢 我們需不需要成立這些法例 是讓人不允許那些人去省渠去游泳的呢 是 即是那些人都不會做的 如果真的這樣 沒錯 袁醫生 我只是講完最後一句 我們見面了 我就關心我們香港人的福祉 我也不希望消委會 去淪為一些霸權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去剝奪香港人的選擇權利 這個是我的看法 香港是面對一個很嚴重的醫療問題 那些人越來越多病 醫療費用呢是面臨破產 我們真真正正要找一條出路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呢 是跟大家香港人呢 分享我們這方面的看法 那希望呢 我們令到香港是變得更加好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繼續討論